總體來說 總書記對澳門在去年一年的工作 都是比較滿意的 對我們的工作肯定的 在這方面 我們希望在新的一年裏面 按照二十大有關工作的部署 按照國家的高質量的發展 中國式的現代化有關的進程 我們做好我們澳門特區 對既定的有關2024年的總體施政方針 就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1月8日之後 我們全部放開之後 今年的形勢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們得造了有關的復甦 但是是不均衡的 大家也知道 我們現在都未達到2019年的水平 即是去到百分之七十 所以這裡我們還有百分之三十的空間 這個空間來說就是我們明年的目標 要爭取達到原來的空間 希望澳門可以均衡地 在各個方面都可以大家分享到復甦的成果 深刻區我們不是只期待的 而是有任務的 它是有個折點的安排 在總體方案裏面 我們第一個折點是2024年第一個折點 到明年這個時間我們就要向中央 交出我們第一個折點的完成的指標 我們是有信心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對 對 我為了 整個時尚 我們早就能跟著 好 一遍 所以 那 我們 感谢观看